小朋友盪着秋千 唱着布农族语童谣 轻松地学唱族语歌谣 另一旁还有年轻人 在长辈的教导下 通足午餐 自然地使用族语对话 这里是新北市淡水区 有族语老师希望在都会区 打造部落环境 在菜园内的达罗汉 制造全族语教学空间 透过亲子互动让族语生活化 我过去以前在乡下的时候 在小时候就是有跟父母亲 在达罗汉的时候 因为我父母亲不会讲国语 所以我们都会用族语讲 那我希望说 这是我哥哥他们的达罗汉 那希望是说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 然后有一个环境 让他们去体验 玉米开花了 快要长果实 然后这个红红的地方 就是叫玉米虚 对 他们会看到说 这个菜园的东西要怎么种 怎么用 他们就会可以学习 让我们的孩子就是认识 这个东西是以后它长出来 是会怎么样 而且他也认识了很多的那些 昆虫啊 什么样的蝴蝶 还有那个丘鱼呢 他都知道 有别于在学校教室学足语 在大自然环境中进行教学 对学生来说学习效果更好 在这边很像在部落 然后就是在这边还可以跟大人这样沟通对话 然后这边还有植物可以学习 然后还有东西可以玩 然后还可以唱歌跳舞 然后在学校 可是在学校就是要一直背单字 然后上课 上课文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里比较轻松 让我们很好的学习 在这样子 这种大战的环境下 能够就是 学习母语 然后就能够更多的体验 也就是很实际 然后像比如说 这就是菜园 然后菜园有可能种很多的蔬菜 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 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知道很多 植物的名字 然后学习更多更多的母语 在都会区传承足语不容易 但是为了让足语永续发展 除了在学校学足语 透过大陆看全足语教学空间 让足语能够生活化使用 记得我们拉斯比亚 新北市淡水测诺报道